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如這個圖所示 現在有一個直流電路 那AV長度也是100公分 這裡有一個滑線可以這樣移動 這個滑線電阻線V1及V2 福特劑的內電阻均不計 就是說這個福特劑內電阻都不計 沒有 這個福特劑它是有電阻的 而且電阻是很大的 電流幾乎不會從這裡通過來 就是說這個福特劑的內電阻均遠大於滑線電阻 及電池的內電阻 這個是滑線電阻 這個幾乎沒有電阻 但是這個幾乎會很大 那因為它的電阻很大 所以它電流不會從這裡通過來 這個電阻也是很大 好 然後他說鋼AC長度也是等於60公分的時候 這裡是60公分的時候 60公分 那全場這裡就40公分 40公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 他說 V1它的毒數是2.5乎 也就是說 這個電池 它那個電池V0 實際上是2.5乎 2.5乎 這兩個電池 它是串連的 這一段跟這一段是串連的 所以的話它的電壓的話 跟電池成正比 這兩段的話 是2.5的話 也就是說 2.5乎 除以100 等於 等於多少 等於v2 除以40 那v2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 2.5乎 4 0.5 所以v2等於多少 等於1乎特 2乎0.5 1乎特 所以答案是1乎特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C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